说人情冷暖 素食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郭红在一家商场的女装店做导购 每天都要站着工作六七个小时 还得忍受各种苛刻和挑剔 挺累的 了解郭红的人都说他傻 有福 不会想 郭红的老公段桥是做生意的 很能挣钱 他完全可以当全职太太 没美容 逛逛街 溜溜狗什么的 可郭红不 早些年儿子小 当了几年家庭主妇 儿子上初中住校后 郭红就出来工作了 郭红和段桥是白手起家 过过苦日子的 他总说自己闲不住 一些就难受 哪怕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呢 心情舒畅啊 而且在商场工作能见识形形色色的人 最起码不寂寞 四十岁家庭稳定 孩子懂事 又不缺钱 郭红觉得这样的人生刚刚好 因此当闺蜜冲进商场 气急败坏地告诉郭红 段桥出轨了 郭红蒙了 午后略显安静的商场里 闺蜜恨铁不成钢地说 说你傻 你还不听 不好好在家看着老公 非要挣这点辛苦钱 现在好了 老公跟人跑了 哭都来不及 郭红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你听谁说的 闺蜜说 我亲眼看见的 今天我去看房 你家段桥也在 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一起 两个人要买房呢 见我居然都不避嫌 我估计她要和你摊牌了 闺蜜走后 郭红的头晕晕的 在她看来 出轨小三都是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情节 郭红从没想过这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她和段桥早些年从农村出来 摆过地摊 搬过砖 一起吃苦 一起打拼 才有了今天 岁月 亲人出来相濡以沫的情感 以郭红对段桥从不设访 晚上郭红下班回到家 段桥已经在客厅里坐着 郭红开门见山地说 叶飞跟我说 他看见你带个女人去买房了 什么情况 段桥笑了 完事不恭地说 能什么情况 我又找了个女人呗 郭红一下子炸毛了 他没想到段桥会这么坦白 这么流氓 他冲上去揪住段桥的衣服 骂道 那你个王八蛋 段桥把他的手甩开 站起来 弹了一下子领子 仿佛衣服沾了灰似的 他说 郭红 既然这样了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咱俩离婚吧 这些年我跟你这是过够了 郭红有些傻眼了 他原本想的是段桥会说自己一时糊涂 然后低声下似的求来原谅 没想的是这么一副死猪不怕 开水烫的无耻嘴脸 看来是铁了心了 段桥接着说 那时候穷 没有选择的余地 现在老子有钱了 不想将就了 当然 我也不会亏待你 该给你和儿子的都会给 我就想过几天有滋有味的潇洒日子 郭红盯着段桥 从嘴里挤出来的两句话 你休想 老娘拖也要拖死你 死了你还得跟我埋在一起 就这样 郭红和段桥开始了持久的战争 对郭红来说是婚姻保卫战 对段桥来说是离婚争取战 双方都不让步 郭红是死都不会理 段桥是死都不想过 他甚至告诉郭红 如果同意离婚 他愿意惊身出户 郭红不傻 段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当然不怕 惊身出户 再说了这些年明里暗里的 郭红并不知道段桥到底挣了什么 于是就这样僵了下来 段桥搬出了家 自己租房子住 扬言道 即使郭红不离婚 他也不会再回那个家 郭红也叫嚣 只要段桥敢明目张胆 和小三同居 他就去告他 那边僵持着 这边段桥的情人 于小 沉不住气了 于小今年23岁 青春靓丽 一个偶然的机会 认识段桥 半年后终于等到 他承诺要离婚娶她 却没想到 在郭红这里半住了 于小觉得是个女人 都得有点骨气 男人都出轨了 心都不在你身上了 你还守着空皮囊 有啥用 何况段桥现在 连副皮囊 都不愿意给他 于是 于小自告费勇地 跟段桥说 亲爱的 女人最了解女人 我去找你老婆谈谈吧 段桥吓了一跳 于小去找郭红 这不是找死吗 但是于小坚持要去 说快刀斩乱麻 哪怕郭红打他一顿呢 只要他能统一离婚就行 段桥看于小态度坚确 只好同意了 而且给于小出主意 说直接商场里找郭红 他爱面子肯定不会郭红 发疯撒泼 两个人走到商场楼下时 于小笑了 原来是这里啊 我之前经常来逛 等我的好消息吧 然后于小自己上去了 怕他和段桥 成商成对的出现 在刺激郭红 反而坏事 没想到不到五分钟 于小就乘着电梯下楼了 看见段桥远远地笑着 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段桥简直惊呆了 于小到底对郭红说了什么 能让他这么快答应 于小鞠躬自傲地说 我就说了 女人最了解女人嘛 让我告诉他 咱俩是真爱 他愣了会儿就同意了 估计也觉得竞争不过我吧 段桥抱起于小 开心地转了个圈 婚就这样离了 两套房子 车 家庭账面上的所有存款 都归郭红 名义上段桥是净身出户 离婚后 郭红的生活没什么变化 依然在商场里做导购 这份工作 现在俨然成了他的某种寄托 不然他不知道 拿什么来对抗 漫漫长日里的思绪万千 或者说仇恨万千 在商场里 他看见过几次段桥和于小 两个人勾肩搭背 提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 段桥现在连穿衣风格都变了 努力向小年轻靠拢 一对狗男女居然挺搭的 郭红看着他们的背影 尤其是段桥 一副老服疗发少年狂的样子 禁不住冷冷地笑了 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 郭红刚上班 就接到了前婆会的电话 前夫段桥 昨天半夜和人打架 正在医院抢救呢 听到这个消息 郭红瞬间愣了 前婆婆在电话那头 哭着肝肠寸断 说段桥被狐狸精迷了眼 上了他的当 原来郭桥 昨天半夜出差回来 把于小和一个男的 着肩在床 段桥当时就发飙了 三个人扭打在一起 于小居然帮着那个男的 前婆婆在电话里哭着说 红啊 是段桥对不起你 你能不能过来看看他 你们毕竟夫妻一场 郭红轻轻地说 对不起我上班呢 便挂断了电话 对郭红来说 他猜中了开始 却没看中结局 在他知道段桥出轨 半个月前的一天 郭红在商场的卫生间里 听到隔壁有姑娘在打电话 姑娘点声点气地说 亲爱的 你就忍忍吧 老东西已经同意 和老婆离婚娶我了 就这几天的事 对啊 我先忽悠 让他把房子买了 放心吧 用不了多久 我就找理由和他离异 到时候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因为离得近 又是这么狗血八卦的事 郭红听得一清二楚 禁不住对这个姑娘 鄙夷起来 什么人呢 后来郭红洗手的时候 姑娘也走了出来 就站在郭红身边 用头和脖子夹着手机 一边继续说着 一边打开水龙头 洗手 郭红不动声色地 在镜子里把姑娘看了个清楚 挺漂亮的一张脸 郭红当时还在嘀咕 干点啥不好 竟做些偷其摸狗的事 姑娘洗完手 便目中无人地扬长而去 丝毫没有注意到旁边的郭红 当于小来找他时 郭红一下子愣住了 天哪 不就是之前他见过的那个姑娘吗 听着他义正言辞地说真爱 郭红在心里笑了 明明是赤裸裸的欺骗和卖身 非要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果然是 人质 贱 则无敌呀 原本不同意离婚的郭红 很快就同意了 就让段桥那个渣男 见识一下外面的女人吧 尝尝什么叫有子有辈 段桥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不行了 这个结果 还是让郭红唏嘘了一阵 不管怎么说 也是同传共诊十几年的男人 他没想让他死 余晓的男朋友 这自然就锒铛入狱了 据说两个人谈了两三年了 急功近利地想过好日子 就想了个这么个办法 说是让于小找个有钱的男人结婚 然后再离婚 也活该 段桥倒霉 而于小据说是怀孕了 这一怀的是段桥的孩子 还是男友的孩子 也说不清 但是郭红知道 他的日子注定不会好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自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